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讲的是MAE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在2021年1月11号提交到archive上面的 也就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前 这篇文章在提交之后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在知乎上这篇文章的讨论帖已经超过了100万个view 有意思的是在英文社区啊 大家好像对这篇文章反应比较平淡一点 你在reddit还是在推特上都找不到太多的讨论 我们跟之前一样会给大家做一个阻断的精读 因为这篇文章很新 所以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讲说 在读新论文的时候 怎么样获取一些你的新的研究思路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篇文章跟我们之前读的那些文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我们之前读了Transformer这篇文章 它是一个纯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编码器和解码器 大家发现在机器翻译这个任务上 它比基于RN的架构要更好一点 接下来我们讲了BERT这篇文章 它使用一个Transformer的编码器 拓展到更一般的NLP的任务上面 然后它使用了完星填空这样子的自监督的训练机制 这样的话它就不需要使用标号 还是通过去预测一个句子里面哪些词不见呢 从而获取对文本这些特征抽取的能力 这样的话BERT就可以极大的拓过来Transformer的应用 这样我可以在一个大规模的没有标号的数据上训练出非常好的模型出来 BERT之后我们讲到VIT这个模型 VIT这个模型你可以认为就是将Transformer用到CV上面 具体式来说它把整个图片割成很多16x16的小方块 每一个方块做成一个词 然后放进Transformer进行训练 VIT这篇文章证明啊 假设你的训练数据足够大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1000万或者一个亿的训练样本的时候 它相对于CNN的架构来讲Transformer的架构在精度上 可能会更高一点 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篇MAE的文章呢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BERT的一个CV的版本 它是基于VIT这篇文章 但是呢它把整个训练拓展到没有标号的数据上面 也就是跟BERT一样通过玩性填空来获取图片的一个理解 当然大家可以说 MAE并不是第一个将BERT拓展到CV上的工作 我们也会在接下来阅读讲到一些之前的工作 但是MAE很有可能是这一系列工作之中啊 未来影响最大的一片 因为我们知道BERT极大的加速了Transformer这个架构啊 在NLP里面的一个应用 所以我们觉得MAE很有可能也使得Transformer在CV上的应用更加的普及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啊 标题它是说带掩码的字编码器是一个可拓展的视觉学习器 这个标题里面有两个词啊 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 首先看一下后面 后面比较好理解就是scalable 就是可以拓展的学习器 但在你写论文的时候反正就两个词 一个叫scalable一个叫efficient 假设你的算法特别快的话 你就把它标题里面放成efficient 假设你的做东西比较大的话 那你就叫做scalable 反正就是二选一 就Vish Learner是要好理解 你没有说classifier也没说什么东西 因为它这个地方 它可以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广一点 它就是一个backbone的模型 接下来看一下前面 mask的好理解 对吧 我们在BERT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mask的language model 就是带研码的语言模型 也就是所谓的玩性填空啊 它用了mask的意思来自于BERT 说我们每次挖掉一些东西 然后去预测挖掉的东西 接下来看一下autoencoder 在我们讲toformer讲BERT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的encoder这个词 没有在前面加上auto auto这个意思呢不是一个自动的意思 是一个字的意思 在机器学习里面有一类模型 叫做auto字模型 比如说字回归模型 这一大类模型的特点就是说你的标号和你的样本 就是你的y和你的x是来自于同一个东西 比如说在语言模型里面 我们每一次用前面一些词去预测下面一个词 在另外一个样本里面 我们这个预测的词也是标号 也是成为另外一个样本的x的本身 所以因为你每一个词你的标号也好 你的样本也好 你的x和y好 都是来自于同样的句子里面的词 所以呢它叫做auto 在NLP里面啊 语言模型是它的一大类的模型 所以你讲不讲auto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你说我encoder 然后把它用在语言模型里面 你加不加auto 其实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但是在计算机视觉里面相对来说 这样子的任务比较小 因为你的图片的一些标号很少来自于图片的本身 因为你的标号很多时候是一些文版的东西 这些图片是一些像素 但是编码器解码器在图片里面用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加上了auto这个词啊 就是想说跟计算机视觉 另外一些incode的对比 我们这个地方它的标号也是图片自己的本身 这样能跟之前很多工作能够区分开来 接下来我们学习啊 这一个标题的模板 什么是一个好童子 这是一个最近大家常用的梗啊 比如说在GPT系列里面 这三篇文章都是用同样的句式 这个句式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句式 就是把你的结论基本上放在了你的title里面 而且这种句式啊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一点 比如说我可以说我的手写笔 是世界上最好用来做笔记的笔 相对来说大家可能不信理的 而是说你看手写笔是一个做笔记很好的工具 虽然手写笔是我第一个发明的 但是我跟你讲的时候 我把自己放在跟读者一样的位置上去看哦 手写笔为什么它是一个好东西 所以大家在给自己论文取名字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这样子一个的模板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是说 他教你如何把你的工作啊 的结论浓缩成一句简单的话 接下来看一下作者啊 第一个作者是大家熟悉的凯明 也就是之前我们讲resnet那篇文章的一作 凯明和剩下的几位作者都是来自于 Facebook的AI研究院叫Fair 现在Facebook已经改名叫Meta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M-A-I-R 这个名字也挺好意思 如果大家关注过计算机视觉里面的物体检测的话 大家可能会认识到后面两位作者 应该是这个领域面最有名的作者之一 另外我们看到熟悉的信号 就是这两个信息表是同样贡献 有意思的是凯明的名字后面 还有一个注视是Project Lead Project Lead你可以认为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啊 管理人之一 他要带领大家去说啊做什么的想法 然后从公司拿到资源来帮你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把作者标记成Project Lead 可能是觉得说一般Project Lead 可能是最后一个作者 就是你的大老板 然后这个地方 但是呢因为他不是 所以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是Project Lead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摘要 摘要第一句话是说 我们这篇文章显示了Mask的Autoencoder 是一个scalable的Self Supervised Learner for Computation 就是标题的一个拓展 比较重要的是说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 叫做Mae 他的来自于Mask的M 然后Autoencoder的A和E 在英语里面他读做Mae 这是Mari就是玛丽 这个英语人名的一个变种 在中文里面你一直读Mae Mae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把它读成Mae 第二句话是说Mae的图景非常简单 我们呢随机的盖住图片里面的一些块 然后呢再去重构这些被盖住的像素 所以整个思想也来自于BERT的带研码的原模型里面 但不一样的是这个词 它就是一个Image的一个块 然后他预测的是你这个块里面的所有的像素 然后他说我们有两个核心的设计 第一个是说我有一个非对称的encoder和Decoder的架构 他虽然说的是自己是一个自编码器架构啊 但实际上来说任何一个模型都有一个编码器解码器 比如说在BERT里面你的解码器是谁 就是你最后那一个全连接输出层 因为BERT预测东西相对说比较简单 所以他的解码器就是一个简单的全连接层就行了 啊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因为你得预测一个块里面所有的像素 但是我的编码器只作用在可见的这些patch里面 就如果一个patch被他丢掉了 那么我就编码器就不会对他进行编码 这样子能够省一点点的计算时间 然后我的解码器是一个比较轻硬的解码器 可以能够重够原始的图片 第二点是说他发现如果你遮住了大量的块 比如说把75%的这些块全部遮住 那么他会得到一个非显然的 而且有意义的自监督的任务 简单下方是说如果你就遮住这些块的话 那么就插一下值你就可以出来了 那么整个模型可能学不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你把基本上一大半的给你遮住的话 那么就迫使你的模型会去学一下一些更好的一些表征 然后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可以让我们去更有效的训练大的模型 大来自于是说你构造了一个比较有挑战的任务 这样子大的模型不是去学习一个很显然的解 块来自于是说你被盖出这些块我就不去看了 假设你盖出了75%我不去看的话 那么我的训练量是之前的四分之一 所以我能加速三倍或者是以上 然后最后最后一下他说一下他的结果 他说我在一个最简单VIT HUGE的模型里面 就来自VIT这边的文啊 我们能够得到7.8%的 只使用ImageNet 1K的数据 就是100万的图片 我们回忆一下在VIT这本文章里面 在最后一段他当然提到了怎么样做自监督学习 作者发现说他们效果不那么好 所以他就没有特别去展开啊 他们作者当时的效果是说还是要有标好的模型 用更大的训练机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地方他挑战的是说我只使用小的数据 就是ImageNet 1K100万的图片 而且是通过SELF SUPERVISE 他能够做到跟你之前可能效果一样好的模型呢 最后一句说我这个东西当然主要是用来做迁移学习的 他证明的在迁移学习的别的任务上表现也很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图一 我们知道对一篇计算机视觉文章来说 最重要的一张图就是放在第一页的右上角 所以如果读到这一类文章的话 通常你会去看一下他在干什么事情 他这个图一就讲的是MA1整个的模型架构是长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一张图片进来 首先把你切块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块 按格子切下来 其中要被盖住的这一块啊就是涂成了一个灰色啊 这些地方啊 然后没有盖住的地方应该是红色的鸟 那些没有被盖住的块被直接拎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不多了 因为四分之三的地方已经被盖住了 放进go encode里面也就是vit里面 得到每一个块他对的这一些特征在这个地方 他要把它拉长 把这些被盖住的那些块啊 重新放回到圆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说白了就是原始图片 他把它拉成一条向量 然后呢没有盖住的就是填上的vit 它出来的这些特征 然后被盖住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灰东西 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位置信息的 它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表示的 整个这一串输到一个解码器里面 然后解码器会去尝试把里面的像素信息啊 全部重够回来 使得最后的target你选出来 就是我原始的没有被盖码盖住的图片 你注意到是说它的编码器啊 画的比解码器稍微那么高了一点点 它的意思是说我的主要的计算量来自于我的编码器 因为我最重要的就是对我图片的像素进行编码 因为编码器只要去处理没有被盖住的图片 也就是说我一张图片 我其实只要看到四分之一的像素就行了 在这导致的计算量是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transformer这些模型计算量都特别大 如果有个几倍的加速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是做预训练的时候干的事情 如果你想用这个模型来做一个你的计算机任务的话呢 你就只需要它的编码器就行了 解码器是不需要的 你的图片进来 你不需要对它做研码 你直接切成这些格子块 然后进来的话 它就会得到你所有那些块的一个特征的表示 然后你就把它当成是你这个图片的特征表达 用来做你自己的任务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图2和图3 是在第二页的最上部分 图2演示的是在ImageNet的验证集上面 通过M1构造出来图片 因为这图片是没有参与训练的 所以纯粹是测试结果 左边这一列演示的是 我把这个图片的80%的这一块去掉 然后中间这一列演示的是 M1构造出来的图片效果 以及右边这一列是原始的 真实的ImageNet的图片 结果非常神奇 我们看一下这个钟 这个钟有这个指针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被遮住了 你看这一块都没有东西 但是还原的时候 他还是基本上把你整个两个指针给还原出来了 下面看这个车 这个车的话你看这一头也没有 这一头也没有 但是车还原出来效果哈 跟真实的车效果还是非常一致的啊 狗也是基本上这个图都看不出来 这狗在什么地方啊 但是他也能够把大概的还原出来啊 灯也是你不仔细看 还不真不知道这是一个灯 虽然在细节上是比较糊一点 也毕竟做的图片的尺寸也就那么高 但是对图片内容的重构上面还是非常的惊人 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我觉得啊 MAE不一定对所有图片的构造都那么好啊 作者这个地方可能是挑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样力 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大家想把任何一张打码成这样子的图片 完全的完完整成还原出来的话 应该还需要后续的很多工作进行改进 图三是在coco这个数据集上啊 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这两个数据集是不一样的 但是效果上来说也是非常的惊人 图四演示的是说 对于同一个图片 但是我遮盖不同比率的区域的时候 它的结果 可以看一下最后一列就是95%的区域被盖住 然后看一下还原的效果啊 这个效果真的是比较玄乎 蘑菇的图片啊 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啊几个白的几个黑的 他也能还原出整个一个蘑菇的效果 虽然这个原始图片有几个蘑菇啊 但是啊这个地方应该信息太少 但是他也基本上还原出来了啊 西红柿就那么几个西红柿 他还原出来啊 这个车啊啊 也就那么几块地方 你能够把整个车给弄出来啊 这个真的是练金术了 跟之前一样 我们在讲正文之前呢 我们先跳到最后来看一眼 最后一节的讨论和结论 第一句话是说 简单的而且可以拓展很好的算法是整个深度学习的核心 我理解作者所谓的简单是说在VIT的基础上他提出的东西相对说比较简单啊 scale well是说我能够跑比较大的数据集 但是呢 从一个一般的组织来看 你可能作者对于简单和scale well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整个mae啊 他基于VIT VIT基于transformer 整个模型当然是不简单的 整个transformer块里面有那么多东西 然后你要那么多层给你堆起来 他当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算法了 而且scale well是说当你在很有钱的时候 你当然是可以无限的往里面加数据 因为毕竟你不需要标号嘛 所以这个地方简单和scale well都是针对小区人的 大家不要把自己给带入进去了 接下来他说在NLP里面啊 当然自监督的学习在最近一些年是比较火的 但是在计算机视觉里面呢 还是主要是靠有标号的数据作为训练 然后这个工作在ImagineNet数据上通过一个字编码器 学习到可以媲美到有标号的时候的效果 所以当然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一段里面 他说我们要注意到图片和语言之间的一些区别 因为他可以认为是BERT在计算机视觉上的一个拓展 那么他说首先啊对于语言来讲 一个词是一个语义的单元 它里面含的语义信息比较多 这个东西在VIT里面已经被提出来了 在图片里面虽然你一个patch当然含有一定的语义信息 但它不是一个语义的一个segment 也就是说你这个patch里面并不含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物体 它可能是含有多个物体的一小块 或者是一个物体重建的一块 但是说他们发现啊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 MA1也能做很复杂的一些任务 他们觉得是MA1或者是Natureformer 确实能够学到一个隐藏的比较好的语义的表达里面 最后一段讲的是Broad Impact 就是说你这个工作如果要被出圈的话 那么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东西 他说因为我们是只用了图片本身的信息去继续学习 如果你的图片里面有BIAS的话 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倾向于某一些图片 或者是有某一些不那么好的图片的话 那么它可能有负面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影响 另外一个是说这个模型可以用来生成不存在的内容 因为它是一个生成模型的 因为它可以生成原始的像是 所以它跟干一样确实可能会有误导大家的前提 所以这个地方作者指出来说 如果你这个工作想用在更多的地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考虑这些潜在的影响 所以读到这个地方啊 大家对这个工作是在干什么效果怎么样 其实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 你有可能就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停下来了 如果你对完整的整个故事感兴趣的话 那么继续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导演 导演的第一段是说深度学习在过去一些年 有飞快的进展 但是对计算机视觉来讲 还是依赖于需要百万级别的 甚至更多的带于标注的图片 我们知道在自然原处里面 自监督学习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 比如说GPT系列是一个标准的 我们的语言模型 BIRT这篇论文我们也经读过 是一个带岩码的自编码模型 而这些模型呢使得在NOP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没有标注的数据 训练得到千亿级别的可学习参数的模型 在计算机视觉里面呢 使用带岩码的自编码 也不是那么的新鲜这个想法 比如说一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叫做Deloisin Autoencoder 就是在一个图片里面加入很多噪音 然后呢 通过去照来学习对这个图片理解 至少在十几年前 我就读到过相对应的文章 这一块里面最新的工作 当然是基于BERT 接下来作者说 最近有很多工作将BERT 拓展到计算机视觉上面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 BERT在计算机视觉上的应用 是落后于NLP的 然后他们开始问一个问题 说是什么使得将这种带岩码的自编码模型 在计算机视觉和在原处理上不一样呢 作者说 我们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说 直到最近以前呢 计算机视觉都是使用的是卷积深圳网络 卷积深圳网络 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在一个图片上面使用一个卷积窗口 不断的平滑它来汇聚这一些像素上面的信息 以及进行模式识别 他说卷积窗口使得你不好将这种Mask 这个东西放进去 因为在Transformer里面一个Mask 它是一个词 它这个词是一个特定的词 它会一直保留下来 跟别的会区分开来 但是如果你在卷积上面怎么样做研码呢 就是说你把一块图片给盖住 比如说就是把它像素换成一个特定的值 那么你在卷积窗口就扫过来扫过去的时候 它其实无法区分你这个边界 因为它无法把这一块东西做一个特定的一个东西给你拎出来 所以导致说这个研码信息在后面的时候比较难还原出来它到底是谁 因为他说你不好加入你的位置编码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的理解了 因为你为什么要加位置编码在Transformer里面呢 是因为注意力机制啊它无法有位置信息 但是你卷积你是自带位置信息的 就是说你不断的平衡的时候 所以你是没必要再加入你的位置信息进去 但是说其实这一块也现在不是问题了 因为最近的VITZ的工作已经使得Transformer能够很好的用在计算器视觉上面了 所以呢这个问题应该是之前有 但现在不会再有了 第二个是说信息的密度有一点不一样 在自然语言里面一个词它就是一个语意的实体 比如说你去看一下字典一个词里面解释有很长的一片 所以就是你一句话里面就是你去掉几个词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比如说完星点控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 但是在图片里面会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图片每个像素是比较冗余的 就取决你的相机的分辨率有多大了 所以你如果是简简单的去掉一个块的话 很有可能你可以通过对于邻居的那些像素质进行插纸还原出来 你丢掉这一块东西 那么你怎么办呢 作者说我也有个非常简单的想法 就是把非常高比率的一些随机的块都给你去掉 这样的话我极大的降低了图片的冗余性 因为你一个块和它边上很多块都被去掉了 那么呢你在很远的地方的块跟这个块的关系 那么就不那么冗余了啊 这样的话它创造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任务 而且使得你整个模型啊会去看一个全局的信息 还不是去关注一些一个局部的模型 将这些像素的值给你插纸好就行了 它就给你一些直观上的感觉 你可以看一下图2和图4 也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一些 在imagenet和coco数学上MA1插纸出来图片的效果 它确实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一些很悉数的块呀 得到一个全局的图片的重构 第三点是关于字编码器的解码器 在计算器视觉里面我们要还原到我们的输入 也就是原始的这些像素 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一些表示 但是在NLP里面呢 你还原的是你的词 就是你的预测的是一个你缺掉的词 词我们讲过是相对来说在语义层面上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在NLP里面 比如说BIRT里面 你使用一个最简单的全联阶层 就能还原出你要的这些子 也是对标号进行预测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还原的是比较低层次一点的像素 所以一个MLP可能是不够的 这个也好理解对吧 在图片分类啊 目标检测这类任务上面 我的输出层呢就是解码器 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全联阶层就行了 但是你做了一些复杂点的任务 比如说语义分割里面 我对每个像素做一个像素级别的输出 通常来说我们就不简简单的 使用一个全联阶层呢 还是很有可能就是使用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而且是一个转制的卷积神经网络 来做一个比较大的解码器 基于这些分析 作者说我们就提出了MA1 主要是两个想法啊 第一个想法是说我随机遮住大量的输入的快 然后去重构这些被遮住的像素信息 然后他使用一个非对称的编码器和解码器的机制 非对称是说你编码器看到的和解码器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地方编码器只看到那些可见的快 然后解码器拿到编码器的输出之后呢 就是重构那些被遮挡住的快 然后他解释说为什么使用这些非对称的架构 是因为我大量的快都被遮住了 这样子的话我的编码器只用看可见的那些快 可以极大的减轻我的计算开销 也可以使得我的内存更大一点 最后一段讲的是他的实验的结果 他说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我们可以训练一个vit的large和huge 只使用imagenet1k的数据 也就是说只使用100万的图片 使得我能训练在vit里面要使用100倍大小以上的训练数据才能做出来的效果 而且这个地方他是不用标号的 接下来他说我们在签行学习上效果也是很好的 这样子预训练出来的模型 在物体检测实力分割 语义分割上效果都非常好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跟NLP类似的效果 就说在大量的没有标号的数据上通过自监督学习训练出来模型 在签行学习上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我们的导演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了第二页的结束啊 就是他的到导演已经写满了两页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导演了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说他使用了大量的图片 这些图片是非常占地方的 但是对于计存器视觉论文来讲 你有很多图片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第二个是说他使用了一种问问题回答问题 在引出我想法的写法 这种写法是非常好的 你想想如果你不这么写的话 你就是按照一般的把这个摘要啊扩充一下的写法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得到了最后导演的最后两段话 那么你再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说 其实他没有提供更多的技术细节 你这些东西比较简单 在摘要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在这个地方再重复一下 那么你整个故事的就不那么流畅了 所以作者采用了一个说啊 我去回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把BERT从NLP用到CV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说有这么三个问题 一一回答之后再引导数MA这个算法 那么就是说你把整个算法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的原因给大家讲清楚了 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的写法 对于评论文来讲 你不仅要讲清楚你做的是什么 你怎么做的 更多的是要讲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就是讲清楚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洞见 如果你没有这些洞见啊 很有可能你就是一篇技术报告 虽然我们在之前也讲了很多文章 其实是不是这么写的 比如说Alex Sander这篇文章 就是讲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也就出来了 但是呢他确实不代表一般的写作 一般的写作一定要讲清楚是为什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相关的工作 他讲了几个方向啊 第一个当然是带掩码的语言模型 这当然是BERT GPT这一块 我们就不讲了 接下来是自编码器在视觉里面的应用 他其实这一块工作也是挺多的 就在举了一些例子 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是说 M1啊 他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带去造的自编码 这是因为你把一块遮住等价去说 我在图片里加了很多噪音 但是呢他跟传统的DAE是很不一样的啊 因为毕竟你是集VIT嘛 集整个Transformer的架构 第三个其实是比较相关的 就是带掩码的编码器在计算机视觉里应用 因为这一块想法 当然他们不是第一个工作把它做过来的 之前已经有很多工作了 比如说 IGBT看名字又知道它是GBT在image上的应用 我们在上一期讲VIT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讲到他在最后一段也讲了说怎么样用BERT这样的方式来训练模型啊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做BEIT的看名字也知道就是BERT在image上的应用 他跟MAE不一样的是说他对每一个patch啊给了一个离散的标号 就更像BERT一点 但是在MAE里面直接还用的是原始的像素信息 另外一块讲的是自监督学习啊 这也是另外一道块发表 比如说最近一两年特别火的contractive learning 然后他说这一块呢主要是使用的是数据增强 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跟他们不一样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讲了四个领域啊提到的文章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他没有特别的去讲MAE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特别是说跟RGBT和BEIT这两篇文章的一些区别 作为一个写作上的建议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写相关工作的时候 尽量把那些跟你特别相关的工作和你工作那些不同的地方给大家写出来 不要让大家去猜 第三段介绍的是MAE这个算法也就是真正的干货章节啊 这章节比较短让我们来看一下他首先说MAE是一个简单的字编码器 自编码器是干什么呢 他是看到了部分的观察的数据 然后用它来重构完整的原始信号 他说跟所有的编码器一样 他的办法是说将观察到的信号映射到一个前表示里面 这个前表示你可以认为是在余异空间上的一个表示 然后呢再通过解码器将这个前表示用来去重构出原始的这个信号 他又说跟经典的这些字编码器不一样 它是一个非对称的一个结构 是因为他的编码器只看到可见的那些块 不可见他就不看到越来节省开销 接下来他介绍的是他的研码是如何工作了 他说我们跟VIT一样啊 把整个图片割成一块一块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画一下 如果这是一张图片的话 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割成一个九宫格 就是一个三乘三的格子 其中每一格呢就作为一个patch 也就是作为一个词啦 在采样的时候 他是说我们对这些块呀 随机的均匀的采样一些出来把它保留 剩下的全部用研码把它盖住 他把这个方法叫做随机采样 当然我们知道他的一个关键的技术就是说 我只采样少量的块出来 然后剩下的全部盖住 这样采样少量的块 使得他们的冗余度不是很高 这样我的任务不那么简单 然后他的编码器呢 他这里说他其实就是一个VIT 他没有做任何改动 但是呢他只用在可见的这些块里面 他具体的做法跟VIT是一样的啊 他说我把每一块拿出来 然后做一个线性的投影 然后再加上我的位置信息 这样子呢他就做成一个词进去了 但不一样的是说如果你这一块已经被盖住了的话 那么就不会进去了啊 所以的话 如果你有25%的选中 那么你进入VIT的话只有25%的样本 这样子他计算量当然是有好处的了 你的解码器啊 因为我要去重构这些被盖住的块的像素信息 他当然得看到所有 那么他会看到两块东西啊 一块是那些没有盖住的块 但是已经通过编码器把它表示成了这些钱表示 另外一块就是被盖住了的这些块 没有进入编码器的 他具体来说 他是对所有这些块啊 通过一个共享的可以学到的向量来表示 也就是说每一个被盖住的块都表示成同样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值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 然后他说我的解码器其实就是另外一个transformer 所以我们需要加入你的位置信息在里面 不然的话你无法区分他对应的到底是哪一个盐码 这里有一点点不那么确信的是说 这个位置信息啊 要不要也对那些编码器过来的钱表示也加上 因为他们其实本来已经加过一次了 那么这个地方要不要再加上一次 接下来一段是说 他的解码器主要只用在预训练的时候用的 当你把它用作做一些别的任务的时候 你的解码器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只需要编码器对一个图片进行编码就行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灵活了 其实你想用一个什么东西用用一个什么东西 他这个地方采用的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小一点的编码器的架构 使得他的计算开销啊相对你的编码器来说 还不到他的十分之一 最后一段讲的是说怎么样重构出原始的像素 他是我的解码器的最后一层啊 他就是一个线性层 如果你一块里面是16乘16的像素的话 那么这个线性层就会投影到长乘256的一个维度 拿到他之后 然后你再把它reshape一下 就变成了你要的16乘16 这能还原出原始的像素信息了 然后他的损失函数使用的是MSE 就是你的预测和你原始真正的那些像素做一个相减 然后再平方和 这里他跟BERT一样 他只在这些被盖住的上面使用MSE 那些没有被盖住的 因为你的输入已经看到了整个像素 数信息他就不在上面做损失了 下面一段讲的是说 在这个地方呀我们也可以 对那个要预测的像素 只做一次normalization 就是说对每一个 块里面的像素 使他的均值变0方差变1 使得在数值上更加稳定一点 那这个地方没有写清楚的是说 你在做预测的时候怎么办 你在训练的时候 你当然知道你的标号的那些东西 我当然可以把均值和方差算出来 但预测的时候呢 这一节的最后一段讲的是他的一个实现 他叫做简单实现 具体来看一下他说首先呢 我生成了这一些token列 所谓token列就是你一个一个patch拿过来之后 做一次线性的投影 再加上你的未知信息 接下来他把这个序列随机打乱一下 然后呢把最后一块给你拿掉 因为你随机打乱把头部保存下来 就等下于是把头部是均匀的 没有重置的把里面采样出来 所以如果我要采样25%的话 那我就随机shuffle一下 然后把前面的25留下来 后面的丢掉就行了 这样子完成了我们的随机采样 在解码的时候啊 我们要在后面附上跟以前长度一样的 这些研码的一些词源啊 他就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向量 然后当然也要加上他的未知信息了 然后再把它重新 unshuffle一下 就是还原到原来的顺序啊 这样的话我在算乌差的时候 跟之前那个原始的没有被做过任何操作 那些patch是能够一对应起来的 然后他这又说你是要加上你的未知信息了 当然我还是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未知信息要不要对 在编码器那边来的也给你加上还是说啊 那些可以跳过了 那这个地方主要说的是说啊 我们通过这样子的shuffle和 unshuffle呢 使得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西数的操作 在实现起来是非常快的 也不影响到后面所有这些vit的操作 好这就是对ma1这个算法的介绍 相对于前面来说 在这一张里面补充了一些细节 包括你的解码器是怎么回事 你是怎么样还原出原始这些像素信息的 以及说在实现上 你这个随机采用是怎么样实现的 后面两张都讲的是实验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张 讲的是imagineit上的实验 他首先讲的是说我们在imagineit1k这个书籍上 就是用100万张图片这个书籍上 先做自监督的预训练 就是不用使它的标号 只拿它的图片过来 然后再在同样的书籍上 做有标号的监督训练 再来看一下它的好处 他这个地方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做end to end的微调 就是说我允许你 改我整个模型所有的可学习的参数 第二个是说linearprobing 就是指允许你改最后一层的线性输出层 然后他说我在验证集上报告top1的精度 然后用的是一个中心剪裁的24x24的图片 首先看一下它的基线 他用的是vitlarge 就是vitl 这16表示的是说 你一个图片的块是16x16的 他说vitl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模型 因为它比Resident5需要大很多 然后呢它会很容易overfitting 然后接下来这个比较的是三种情况 第一个是使用vit那篇论文里面所有的东西 在imagenet1k上训练出来结果 他说这个结果不是很稳定 然后他们再在上面根据之前的论文 做一些改进 他加入了比较强的一些正则画呀 在你的附录的a2里面有详细解释 加入了它之后呢使得它的训练比较好了 回忆一下vit那篇文章是说我这个模型 需要很大很大的数据才行 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是说 如果你加入合适的正则项的话 其实在小的一点的数据上 也在imagenet1k上也是能训练出来的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从76.5 已经提升到82.5 最后一个是说先使用mae做预训练 然后再在imagenet上做微调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训练完整的200个epoch 只需要50个就行了 而且可以看到是说能够从82.5提升到84.9 因为你的数据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你的预训练和你后面的微调 都适用的imagenet 这个表示是说mae能够纯从图片上 也学到不错的信息 使得后面也有所提升 接下来是它的一些主结果 他说我的一个结果放在我的table1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表1是什么东西 表1啊就是各种ablationstudy 表A是讲你的减码器的深度 所谓的深度是说你需要用了多少个transformer的快 这个地方有124 812这几种选择 第一列讲的是你所有可以学习的权重都跟着调 第二列讲的是只调最后一个显示层 基本看到是说前面一个虽然贵一点 但是效果会好很多 而且在快里面啊 这个地方显示的是如果使用8块比较好 对于你全部调的话 其实好像也关心不大 就是都是84点几几 但是对于如果你只调最后一层的话 用一个深一点的会好一点点 第二个是你解码器的宽度 也就是说每一个token 表示成一个多么长的向量 啊这个地方发现是512是比较好一点 第三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说 你在你的编码器里面 要不要加入这些被盖住的那一些块 他发现不加入盖入的块 精度反而更高一点 而且他的计算量更加少 这个flops就是他的基线的话 那么你加进去的话是3.3倍 所以呢他使用这种非对称的效果 不仅是在性能上更好 精度上也会更好一点 后面还有是你在做重构的时候 你的目标是什么 最简单是用MAC对每个像素 然后这个地方是加了normalization 就是把每一个块里面的均值和方差 分别变成零和一 这个地方他发现效果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地方效果也是挺好的 PC是做一次降维 最后一个其实是BIT的做法 就是通过VAE把每一个块 映射到一个离散的token上面 能够像BERT那么一样的去做预测 基本上可以看到在Fintune的话 这个其实跟前面的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当然愿意用简单一点的方法了 一讲的是说怎么样做数据增强 这个是什么都不做的情况 这个是指裁剪 然后是按固定的大小裁剪 这个是按随机的大小裁剪 最后一个是再加上一些颜色的变化 可以看到说做简单的随机大小裁剪 效果就不错 所以说他说MAE对于那个数据增强 不那么敏感 最后一个讲的是你怎么样采样 哪一些要被盖住 我们之前讲的是最简单的随机采样 他也有很多别的办法 就是按一块块的采样 或者按照格子这样规矩的采样 他发现其实随机采样中最简单的做法 效果也是最好的 接下来他还有几张图 对刚刚那些表里面做一些展开 这张图表示的是说 你使用不同的研码率的时候的效果 如果你只有10%的快被遮住的话 那么你Fintune的效果的精度是83.2% 一旦你增加超过的40%的时候 这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跳跃这个地方 最好的时候在大概是在这一块的时候 不管是你对于Fintune也好 还是对你只调最后一层来想都比较好 特别是对这个东西 特别是如果你只调最后一层的话 他相对说对这个更加敏感一点 比较二表示的训练时间 只得一看的是说他用VitLogic的时候 而且你的解码器只使用一层全是FM块的时候 你的精度也不错 但是你的时间是最小的 然后跟你之前把所有带研码的那些全部拿过来 而且使用比较大的解码器的时候 他的加速是3.7倍 如果你是Vit Huge 就是更大的Vit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加速比较多 再看一下绝对时间 他使用的是128个TPU V3的Core 而且用的是TensorFlow实现 这个比较有意思 这个做的是Facebook的人 然后用的是TensorFlow 再用的是TPU 然后他的训练时间是10个小时和大概是一天多的样子 基本上还是可以忍的 我觉得100多个TPU V3的核不算大 而且你训练大概一两天能训练完 所以使得很多研究者是可以去跟进这个工作的 另外我在想是说 是不是因为用了TensorFlow和TPU的缘故 使得在公布代码上有一点点阻碍 因为MAE是没有公布代码的 图6表示的是不同的研码采样策略的区别 这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随机采样 这个是说尽量的按照一块一块的来切 最后一个是按照隔点来切 基本上看到是在随机采样的效果是比较好 而且它比较简单 实现上也不难 图7显示的是你预训练的时候的轮数 和你最后再做微调的精度的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是说你在Imaginite EK上训练个一千个数据轮的话 还是能看到你的精度的这个提升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性质 就说明你在上面一直训练一直训练 好像你的过你和也没那么多严重 因为一千轮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一般在Imaginite上训练的话 一般训练个两百轮就差不多了 这样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过了一下4.1里面所有的结果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里面的文字 4.1讲的是不同的超参数下的一些结果 自己跟自己比 4.2呢就是比的是之前那些结果 主要的结果在表3和图8里面 表3基本上看到是跟前面结果比啊 M1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接下来是根的VIT里面的结果比 有意思的是上面这个形式表示的是 VIT在GFT这个3亿个标好的图片数据上的效果 下面这个线表示的是只使用Imaginite的EK 也就是三百分之一数据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两个线还是非常接近的 这么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实际上不大 当然是说你不能说这是一个很公平的比较啊 GFT这个数据集呢 它包括的类数啊远远的大于Imaginite 而且他们很多是一些 Google自己care的一些目标 但是Imaginite在另外一块很多都是一些猫猫狗狗的图片 而且你比的话也是在Imaginite这个数据上比 所以GFK它多了很多很多可能跟你那些标号不那么一样的图片 也许在这个地方看上去效果没那么明显一点 但如果你把应声器换到一个 不那么跟Imaginite想象的数据集上 可能这个察觉会大一点 当然了这里我们主要比较的是算法 而不是数据集 4.3讲的是说我们之前看到如果你能够把整个编码器里面所有层 在微调和你只调最后一层它的效果差别是非常大的 因为前者效果会好很多 在微调节我们知道就是到底调多少层是有讲究的 你调的越少当然越快通常进度越差 你调的越多呢你越慢但是进度会越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一下实验室说到底调多少层比较好一点 在图9里面你这X轴表示的是你有多少个 Transformer快要被调 然后你的Y轴表示的是进度 你从什么都不调就最简单的只调最后一层开始 你大概调个四五层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进度都回来了 而且后面基本上也是比较平的 这表示说你底部那些层学到的东西稍微是比较低层次一点 你可以换一个任务也不需要变太多 但是上面那些层呢还是跟你的任务比较相关 你最好还是跟他调一调比较好 好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在ImagineNet上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别的任务上的结果怎么样 第五章讲的是千亿学习上的效果 他做了几个实验我们来看一下 他第一个做的是Coco上面的目标检测和分割 基本上看到用了MI做他的主干网络之后啊 他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跟之前的BIT比和Moco比 第二个是做鱼分割的时候 他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最后一个表示的是 当你是重构原始的像素 还是像BIT那样 重构用DAV学出来的标号比 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差别是非常少的 因为你重构原始的像素方便很多 所以呢 用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更好一些了 这样我们就给大家精读了一遍 MA1这篇文章 回过头来看他的算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他就是利用VIT来做跟BIRT一样的自监督学习 VIT这篇文章已经做这个事情了 但是这篇文章在那个上面 基础上之后提出了两点 第一点是说你需要盖出更多的块 使得剩下的那些块啊 块一块之间的冗余度没那么高 这样整个任务就变得复杂一点 第二个是使用一个Transformer架构的解码器 直接还原原始的像素信息 使得整个流程更加简单一点 第三个是加上在VIT工作之后的各种技术啊 使得他的训练更加鲁棒一点 所以这个三个东西加起来 使得能在Imaginite1k这个数据集上 使用自监督训练的效果 超过了之前的工作 从写作上来说啊 这篇文章非常简单 但是他的故事性也是写的非常好的 从前面的导演里面为什么MA1要这么做 以及后面非常详细的实验数据告诉你 因为我整个MA1里面所有可以调的超参数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想法非常好的结果 详细的实验 所以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工作 因为这篇文章比较心爱 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内 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录一个视频讲说 从一篇文章开始 怎么样得到你自己的一些研究思路呢